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自今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箭独尊》 精彩继续 《一箭独尊》 第三百三十二章 不知过了多久 叶璇醒了过来 此刻 他已经躺在一张木床上 床旁边 是魏阳天 他趴在床头 显然已经入睡了 叶璇双手揉了揉 自己脑瓜子 很快 他想起发生什么事了 一拳呢 他差点被魏阳天 那软绵绵的一拳 给打死了 这是为什么呀 他完全不解 自己想没想明白 于是他问二楼大神 片刻之后 二楼大神 诞声说道 他的力量 是一种特殊的力量 总之 这种力量很强 明白吗 叶璇连忙问道 什么特殊力量啊 二楼大神 冷声说 自己去想 叶璇无语 这二楼大神 又发什么疯了 这时魏阳天 抬起头来 刚看到叶璇醒了之后 他一把抓住 叶璇的手 有些紧张地说 哥哥 叶璇苦笑 不得不说 还是有点丢人的 因为他居然 差点被人一拳 给打死了 摇里摇头 叶璇笑道 别紧张 我已经没事了 说着 他微微一顿 然后又问 你那一拳 力量为何那般强啊 魏阳天看了看 自己小拳头 摇头说道 不知道 只知道不久以前 我感觉身体里 好像有一股 沉睡的力量觉醒了 说着 他看向叶璇 轻声说 我不敢跟别人说 是甘雨哥跟你说 沉睡的力量 叶璇沉声说 有没有感觉到 其他的不适 魏阳天摇头 没有 就是那股力量 越来越强了 叶璇轻轻揉了揉 魏阳天的小脑袋 有些担忧 这个小丫头 太不平凡了 这时 二楼大神的声音 再次响起 你就莫担心他了 赶紧去寻盗则 叶璇苦笑 当初在此地 感受过盗则 但是现在 找 二楼大神说 那盗则 必定就在这谷屋族 叶璇想了想 然后点头 那就四处找找吧 休息片刻之后 叶璇和魏阳天 玩耍了一会儿 然后便开始 在古屋族瞎逛了 现在的他 可以随便逛 因为古屋族 族长是魏阳天 别说一般地方 就是古屋族 近地 他都可以去 叶璇在古屋族 逛了许久 然而 依旧没有 那第二楼 稻泽的气息 正午时分 叶璇来到一片沼泽地 这里 算是古屋族 比较危险的一个地方 这里的沼泽已经存在 很久很久了 不仅有沼泽 还有毒气 因此 古屋族是 严禁族人 擅自来这里的 刚到这里 叶璇的眉头 便皱了起来 因为那股毒气之强 让他有些诧异 一般修士 根本挡不住 这种毒气 不过对他而言 毒气什么的 对他完全没有任何作用 因为他拥有 混沌之气 任何毒气或者邪物 进入他的身体 都会被混沌之气 给净化 就在此刻 这毒气还未靠近 他身体 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叶璇遇见 往沼泽深处飞去 反正 古屋族任何一个地方 他都不会放过的 很快 叶璇来到了沼泽深处 在这片沼泽深处 他见到一些尸体 这些尸体 大多数都是一些妖兽的 但是也有些是人类的 显然有人来过这里 就在此时 叶璇突然俯身看下去 在他下方的沼泽之中 有东西在游动 没有管 叶璇正要进去前进 就在这时 下方那游动的东西 突然冲出沼泽 紧接着一张巨大的血盆大口 朝他狠狠咬了过来 是一头妖兽 形状如鳄 体型巨大 全身漆黑 双眼星红 叶璇眉头皱起 随手一挥 一片剑光斩下 那头妖兽 直接被叶璇这一剑 砸入沼泽之地中 见到这一幕 叶璇眉头微微皱起 因为刚才他那一剑 竟没能破掉 对方的肉身 好强的防御力 叶璇心中有些震惊 而就在此时 下方整片沼泽 突然间动了起来 细看着下 叶璇发现 整片沼泽下 都有东西在游动 见到这一幕 叶璇眼皮一跳 这是什么鬼 很快 一颗颗妖兽脑袋 浮出沼泽面 全都在看着叶璇 见到密密麻麻的 妖兽群 叶璇脸色一变 他没有想到 这里竟有这么多的妖兽 叶璇正要离去 而这时 二楼大神的声音 突然在他脑中响起 有气息了 有气息了 叶璇愣了 然后连忙问 盗泽的气息们 二楼大神说 下沼泽 闻言叶璇眼皮一跳 下沼泽 你怎么不下呀 开什么玩笑 下沼泽 虽然他很能打 但是 这么下去 绝对是玩玩的呀 这时 二楼大神沉默了 过了片刻 一道虚影突然出现在 叶璇面前 正是二楼大神 他看了一眼叶璇 然后看向下方那些妖兽 下一刻 他神色猙獰起来 蒙得朝下面一声怒吼 一股强大妖兽气息 席卷而下 一瞬间 下方的妖兽群 直接松回沼泽之内 很快 整片沼泽就恢复了平静 叶璇看得是目瞪口呆 此刻他在想起 这二楼大神 好像也是摇瘦 二楼大神看了一眼四周 然后朝远处飘去 叶璇连忙跟了上去 不一会儿 二楼大神停了下来 接着 他爪子轻轻朝下方沼泽一滑 下方沼泽顿时分割开来 紧接着 一道石阶出现在 叶璇的面前 见到这一幕 叶璇愣住了 这沼泽之下 还另有乾坤 这是二楼大神看向的 叶璇点头 明白明白 说完 他落了下去 然后顺着台阶 往下面走 而二楼大神 则是回到介于他内 显然 他还是不能出来太久 叶璇顺着石阶走向 里面一片漆黑 不得不说 还是有些小慌张的 因为每一道道则都不简单 第一道道则是由神秘女子帮忙 他获得得很轻易 而获得空间道则 完全是走了狗屎运 而这第二道道刀则 他也不知道 还有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不管怎么样 得小心才行 叶璇继续往下走 走了差不多半个时辰才到底 而在他面前不远处 是一座宫殿 宫殿前是一地的尸体 至少上百 见到这一幕 叶璇眼角微跳 果然事情没有这么简单的 叶璇走到那些尸体前 从表面来看 这些尸体应该是死了很久很久的 除此之外 这些尸体表面都没有伤口 一点伤口都没有 死得很是安详 就像是睡着了一般 诡异 叶璇犹豫了一下 然后说 二楼大神啊 这里不是很安全啊 二楼大神诞生说 怎么 怕了 叶璇笑了笑 他倒不是怕 只是现在他明白一个道理 不能轻视任何事情于人 因为往往对方可能会给你一个惊喜 或者惊吓的 叶璇继续往前 虽然这里很危险 但是海绍继续前进呢 毕竟答应过这二楼大神要将他放出来的 叶璇走到宫殿门口 他没有犹豫 直接推开宫殿的大门 殿内空空如也 叶璇走了进去 殿内非常安静 他的脚步声显得格外的响亮 而整个殿内也只有他的脚步声 这是一名老者 突然出现在叶璇面前不远处 老者背很驮 身体几乎是弯的 他脸上长着一个个毒脓 面目极其猙獰 此刻他就那么盯着叶璇 叶璇神色平静 正要说话 老者突然说 你是为了纳雾而来吗 纳雾 叶璇心中一脸 说 是 老者突然音笑了起来 叶璇摇头 老人家 你就莫要吓我了 老者冷笑说 吓你 年轻人 看到外面那些尸体了吗 那些 可都是你的牵扯之剑呢 叶璇笑道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谁 叶璇摇头一笑 低调低调 我要低调一点 老者面无表情 低调 你觉得 你现在还能出去吗 叶璇眉头皱起 何一 说完 他转身朝殿外走去 当他走到门口的时候 一道无形的屏障 挡在他的面前 出不去了 叶璇转身面向老者 后者淡上说 不用看了 老夫也在此被困了百年了 百年 被困百年 叶璇沉胜说 谁弄的 老者看了一眼 叶璇 你说呢 叶璇正要说话 这是二楼大神突然说 是他 那道道则 他就在这殿内 叶璇连忙说 不用他 将他收服吗 先慢着 二楼大神 沉上说 他在窥视你 也就是说 这家伙可能恢复一些意识了 叶璇愣了 然后问 这道则 还有意识 二楼大神冷声说 天地万物皆有灵 更何况这道则 大地道则与空间道则 都还在沉睡之中 若是不然 你以为道则就这般垃圾吗 若是他们恢复 就如你这空间道则 他一念之间 便可毁掉你们这青苍界空间 叶璇有些汗颜 其实想想也是 能够在介于塔内镇压这些大佬 这些道则应该不会这么简单的 只是 这第二楼的道则若是恢复了 那问题就有些大了 此时知道叶璇所想 二楼大神突然又说 当年此塔被中创 所有道则与塔内法则 以及各种本源皆是被中创 这第二道道则不可能完全恢复 最多就是恢复了些许 你莫要过多担心 叶璇苦笑说 那现在该如何呀 这是二楼大神突然说的 你不是很会忽悠吗 把他忽悠进来呀 啊 叶璇满脸黑线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紫禁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见独尊》 下集更精彩